在美联储宣布维持现有的利率决议不变的政策 凌晨宣布利率决议不变之后 金价是日内缺减了之前的一个涨幅 短线一度跳水之后又迅速的反弹 整体的走势变化并不太大 因美联储的决定基本符合市场的预期 因此整个美联储政策公布之后 对整个贵金储的市场影响非常的小 金价在美联储之前的决议态度之中 已经持续了一个非常长的区间调整的过程中 目前市场的目光是聚焦在美联储6月的一个利率决议上 不过照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 整个6月份加息的概率也不是特别的大 因此我们认为金价在短期内的人将维持一个区间震荡的走势